上次講了電阻 今次講一個現象 叫做短路 下面有個電路 有電流 留個燈泡 然後回到電池 如果有一條電線 下面這樣 這條電線和燈泡並聯 由於電線的電阻非常少 接近零 所以電流流到這個位置 因為下面電了少 所有電流都會在下面流過 燈泡就不著了 所有電流都在下面流過 結果出現的情況 這個現象就叫做短路 發生短路的時候 電線和電路會變得非常熱 如果在家裡發生 因為電壓夠大 就可以令到電線著火 引起火警 也會 好 接著我們就討論安培計 伏特計和電源的電阻 無論是安培計 伏特計 因為當你接駁到一個電路的時候 都希望它不要影響到電路的電壓 但實際上 幾好的安培計和伏特計 他們本身都會大大小小的有些電阻 好 實際上 例如安培計 安培計雖然電阻少 但是 無論多小也好 它都有電阻 因此 無論如何都會影響到實際電路的電流 但我們要記住 簡單地說 良好的安培計 電阻要非常之低 我們就說 平時計算是零電阻 即是 它不會消耗電壓 第二 伏特計 伏特計 我們就當它的電阻是非常大 最好是無限大 但現實 做不到無限大的 所以 無論如何都會影響到電路 所以 良好的伏特計 電阻希望是非常高 最好是無限大 所以 計算的時候 平時做裂閘 如果它沒有提到 我們就當它是無限大 那什麼時候是大 是比較 如果你本身量度的電阻 或者 電腦的電阻很少的話 你的安培計 電阻就要更少 如果你本身量度的電阻 電阻很大很大 那伏特計的電阻 就要比電腦的電阻更大 好了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就說 大家用過電芯都知道 譬如你的電話 其他電器 用一下 球電會熱的 那為什麼球電會熱呢 原因 我們就發現 譬如電池 本來提供 1.5V 這樣才算 到真的拿出來使用 原來沒有1.5V 我隨便說 可能1.2V 那0.3V 去哪裏呢 原來 電池自己本身 是有電阻的 這個電阻 用的電阻 就會用了少少電壓 好了 效果很多時候 令到電池都會變熱 因此 電源的電動勢 其實就提供了兩個部分 一就是 給了這個 一就是 給了這個 真是外面用 二就是自己的消耗 大家記住 就去哪裏